核聚变研究网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 就是要建设中国磁月式聚变工程试验堆 我们现在正在开展这方面的设计和技术预言 希望在十年后我们能真正开始建设这样一个 中国磁月式聚变工程试验堆 核聚变呢有没有自然间有没有 有太阳的反应过程 就是核聚变的过程 所以自然间是有的 那么在地球上有没有实现 也实现了氢弹爆炸就是核聚变的过程 我们国家在六十年代就实现了氢弹爆炸 那么氢弹爆炸是一刹那间释放核聚变能 你作为武器可以 你要作为民用总干 你要使得核聚变的反应过程 就是氢弹爆炸的这个核聚变的过程 持续不断的进行 这样好利用它释放的能量 来发电等等 那这正是我们研究的目的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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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熟 市场任何的 MIKE 很多年纪哪